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伸出右手 地便吞灭他们 你凭慈爱领了你所属的百姓 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 我们上礼拜特别讲到神 他的两个重要的俗性 第一个重要的俗性还记得吗 只有神有的 他的自传性 self existing 他的自封性 他的丰富 他的满足 我们的神没有缺乏任何的东西 所以不是我们 好像要拼命的 满足神 要为神做工 其实是神 透过工作 事奉 要做什么 造就我们 所以记住一句话 工作是造就工人 我们一同说工作造就工人 我们的神不缺乏工作 他可兴起天使来做成一切的工作 但是神 他要造就我们 解释神他的丰富 他要把他的丰富 透过侍奉 侍给我们 第二我们提到神的 immutability 他的不变性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也可以说 这个不变性 是指到一个什么 他的什么 perfection 他太完美了 完美到一个地步 不能增添 减少任何的东西 假如增添 就表示他原来不完美 假如减少 都表示他原来完美 现在不行 所以我们的神 他是 非常的完美 完美的一个地步 不会改变 他的本体 他的being 不会改变 还有他的什么 不会改变 他的俗性 他的慈爱 他的公义 他的圣洁 他的俗性 不会改变 我们人的心情 会不会改 会改的 因着我们的成长 会常常变的 但神的俗性 永远不会改变 包括他的旨意 他如何定义 就如何什么 成就 那记得 我们第一堂课就讲到 咦 为什么 当我们读到这个 约拿书 神本来要审判 灭绝 离离围城的人 到后来 圣经描写 神后悔了 没有审判 还记得 我们怎么来说明 这样的一个事情 不是神真的后悔 来是我们用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还记得吗 神的隐藏的旨意 背后的旨意 他的hidden will 跟他的revealed 的will 神所显明的旨意 是透过悦拿去审判 神要审判他们 要他们悔改 但神背后隐藏的旨意 是要什么 是要 是要赦免 是要拯救 因为 神要特别 将来用 亚俗人 成为 以色列人的一个 审判的工具 所以 离离为成 寒不是到灭亡的时候 所以 所描写的这个后悔 我们要非常注意 不是真的 好像神原来不知道 现在 知道了 所以改变 不是 这个后悔这个字 在新约 有一个字 叫Metaloel 后悔和所悔改 很记得吗 我们研究原文的时候 其实后悔的原文的意思就是 Change of Mind 悔改 在原文悔改这个字是 Meta 应该是希腊文是这样 翻成英文是Meta N-O-E-W Meta 是什么 Change 改变 什么是悔改 什么是后悔 是直到Change of Mind No act of 是Mind 所以其实不是神好像 后悔做错事了 当初想错了 讲错了 不是 其实那个后悔是表达 神 神 他 改变他 原来所宣告的 那个 WILL 他那个 意志 原来神宣告的意志 是要什么 审判 Major Lilyway 但是神背后的旨意 隐藏的旨意 是要 拯救 所以所谓的后悔是指到从这个 隐藏的是拯救 是从那个reviewed 宣告出来的旨意 改变成为 配合他 后面 隐藏的旨意 所以这个 不是指到神 真正的后悔 不是我们所想的 也不是我们 和本圣经所发的后悔这个含义 是指到 神 改变了 但这个改变 不是他 原来不知道的 想漏了 想错了 或者讲错了 宣告错了 这种的后悔跟改变 是指到 Change of the view 从这个reviewed view 配合align 因为有个字很好 我们修车就alignment 那个前轮要定位 什么叫前轮定位啊 你轮胎的方向 要跟什么 转盘 alignment 神转盘出来的旨意 调整了 配合了 align with his hidden will 所以要从这个角度 来看 这个约拿书 所描写神的后悔 不是像人的后悔 也不是神 他改变了 所以同样的 当我们读 列王记下的二十章 讲到西西加 我再提一下 其实我们第一堂课有提过 西西加王 神 跟他说要怎么 他要死了 对不对 透过 透过 以赛亚去宣判 西西加王 要快死 但是你发现 后来神又 改变了 改变了 明明说他要死 后来又改变 又一样他怎么 多活了多少年了 十五年了 是神 当初 很狠 很不满于西西加 所以 好吧 让你死吧 但是后来看到西西加 他自卑 他祷告 他禁食 但是 神好像 有点被感动了 然后就改变了他原来的想法 就不 夺他的命 反而多给他十五年 是这个意思吗 假如这个意思 就难怪我们常常说 我们用祷告摇动神的手 唱过天有诗歌嘛 对不对 假如我们体会的不准确呢 我们就会接受这首诗歌 哎呀我们的祷告摇动了神的手 你看 西西加的祷告 摇动了神的手 本来要打他了 杀他了 结果摇动了神的手 不杀他 还给他十五年 究竟神是否 是否真的是变呢 其实 马林路德 用建立格的观点 对 他 是要透过 以赛亚 参判 西西加要死 但其实神背后的心意 隐藏的旨意 是要什么 是要到火 因为神要灭绝 这个南朝的时间 还没有到 建一个好的王 赛爷那十五年 神灭绝这个南国的时候 还没有到 正好将神灭绝李立伟的时候 还没有到 所以他神 假如要真的是杀他 何必那么麻烦 还要找个先知以赛亚 去跟他提醒 然后 然后再 又要去 去调整 神 他的背后的心意 所谓神的改变是指到 从他的 酸告的指引 变成 配合他 背后隐藏的指引 其实我们做父母 常常 对我们的儿女也是这样的 我们 表面上跟孩子 讲的一些话 其实是要去改变他 要好让孩子呢 能够 配合 达到我们背后的一些的想法 刚才有同学举手 好 好 这次问题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那神 会不会 事先知道 应该是会 会知道说 他的预知 神的finality 他会cry out to God 然后 求forgiveness 就西西家这样做 还是说神会知道 他根本就硬着心肠 干脆把他灭绝算了 所以 我们应该从 什么角度来看 西家的祷告 跟神的改变 第一个角度 其实 神 他隐藏的旨意 就是要拯救 就是要抑制 从来没有改变过 第二 神是要透过这个世界 让我们看到 我们的祷告 是有效的 不是我们的祷告 改变了神的心 也不是我们的祷告 推动了神的手 来是神要 让我们看到 其实祷告 就是要成就神 天上的美业 虽然很多时候 我们看不清楚 神要让我们看到 祷告是有能力的 但是绝对不是 我们人所想的 我们的神不够仁慈 我们的神不够有怜悯 我们要多祷告 来感动他 摇动他 不是 祷告 是有功效的 是要支取成就 神天上的旨意 神在天上 在他的永恒的计划里面 对南国有一个时间表 对西西家有一个时间表 要透过他的祷告 把神这个隐秘的旨意成就 所以 不是因为我们人的力量 好 好 我只想请教一下 刚才讲到那个 没关系 到前面来 麦克风传来到前面来 我其实不是 不是想跟老师唱反调 对 我只是觉得说那首 打开一下 好 OK 可以了 我只想请教老师 你知道 那个 当我们想到那首歌 说要唱那个 摇动神的手的时候 我想 也许我们可以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摇动的时候 实际上 并不是说我们好像说 我们可以 改变神的心意 而是说 我是觉得那是一种 代表迫切 我觉得如果 从那个角度来看 我是觉得 摇动没有什么错 而且如果说 神已经定义 他已经有一个 Hidden Will在那边 那如果我们今天 不祷告的话 神的Hidden Will 是不是也会成就 所以呢 我们学神学 最困难的地方呢 就是所谓矛盾并存 还记得吗 圣经是人手所写的 按照人的推论 一定是 人的想法 人的错误 会充满 但是同时 又是神所写的 神也是这个作者 同样三位 既然是有三位 怎么会是一个神 怎么三位会是一体 矛盾并存 因为这三位又不是三个神 是一个神 独一的真神 但是又有三个位格 所以你的问题一样的 从神的角度 他在我们身上有他的计划 有他的美意 他对一个国家 他连你一根头发掉在地上 他都数过 都有他的实践表 我们的寿数 都有神的实践表 神一方面 他是计划 掌权 但是同时 圣经也要我们看到 神要用我们的祷告 人这一方面 跟神 神的掌权 人的努力 人的祷告 人的传福音 这样一个天然的合一 但是怎么合 我们实在不知道 他是怎么合 但是我们站在人的地步 我们永远要 竟然人的努力跟责任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 是我们人决定的一切 其实我们祷告 尽我们该尽的 同时是神的美意 神的计划 就成就了 所以你刚才那个说明 是很好的 我相信当初写几首诗歌的作者 也不是大胆的一个地步 说他的祷告 改变了神的心意 你是老几会 改变了神的心意 摇动了神的手 可能他也不是这个想法 就是你所想的 可能是表那种迫切 要真的是 迫切到一个地步 真的是 好像摇动了神的手 但是很多人假如不了解的话 会给人一个错误的信息 所以拦着拦着就是说 一个做教导的人 一个写诗歌的人 你教导出去的东西 要非常的准确 不要给人有误会 误导别人 所以唐初写是最受不了解误诗歌 唐初写有他的盲点 你跟他讲 神迹奇思啊 灵恩啊 他就 没办法接受 但是他从神论的角度 也真的是对的 假如我们不说明的话呢 基督徒常常唱一首诗歌唱 我拼命祷告 我近视祷告 通向祷告 我拼命摇 拼命摇 结果摇不出东西来 是神不爱我呢 还是神太刚硬呢 变成祂是神的 祂是审判神 所以解释在我们 信仰上 就是怎么取得一个平衡 所以我有盘望 透过信用神学呢 我们慢慢慢慢的 能够取到这个平衡 圣经怎么说 我们怎么信 但是却不是用人的角度 打掉神的那个旨意 神的掌权 好 就是说神说 叫谁的心刚硬 就谁的心刚硬 还有说神恩待谁 就恩待谁 是吧 但是有的传福音 一传这个人就信了 有的祷告了 或者好多年都不信 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这样子 所以这个我们以后 都会来说明 究竟一个人信主 是怎么样信 是他凭着他的学气 凭着他的聪明 靠着自己的想法 然后信呢 还是说 有神的一个的带领 恩高 神的拣选 就好像耶稣说 不是你们拣选我 是我拣选的你们 如果不是复信的话 没有人能够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如果不是圣灵感动 没有人能够称耶稣基督为主 那这些都是从神的角度来讲救恩 但是同时也有人的角度 我们要心里相信 口里承认才能得救 对不对 我们要凡接待他的 才是信神的名 得以成为神的儿女 所以又讲了人的责任 你看到吗 所以真理的启示 美丽的地方就是 不是我们原来人的那种单线的想法 是双线的 就好像圣灵 站在你旁边 Para 在你旁边 就好像平衡线一样 Para Para 如何能够让真理呢 神的角度 人的角度 神的掌权 人的努力 这样来平衡 福音告取神的道 神道 然后灵恩的教会 告取圣灵的恩赐 灵恩跟神道 平衡 所以学神学最难的地方 也可以说 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的极端 或是异端 就是因为 假如抓不到这个平衡线 当从某一个角度 去 一直去推论的话 很容易就变成极端 或是异端 所以我真的盼望 神给我们一个宽管的心 或许你原来那些想法 不是好像课程所教导的 但是你试试看 用一个比较广一点的角度 圣经有的 我们就用圣经的角度来思想 因为你绝对不可能说 从神的属性的角度说 神改变了 神真的后悔了 神原来无知 现在知道了 所以他后悔了 我们不能这样来描写神 跟很多的经文都不配合的 但是你怎么去看这些事件 李立威的事件 西西家的得意志的事件 所以 就是 神的仆人马丁路德 提了个很好的角度 就是所谓神的Hidden Will 跟Rebuild Will 好 我本来想只是简单的补充 这个 哎呀 用了太多时间了 好 那这个的 神的完美性跟不变性 就跟20世纪的 其中的一种新派的神学 我们上礼拜提到的 所谓的过程神学 Process Theology 神不是个Being 神是个什么 你记得吗 Becoming 神透过跟人类历史的参与 神也不断的成长 不断的在改变 越来越成熟 这是Process Theology 那么跟神的Immutability 这个基本的教义 神的Perfection 基本上是对立的 人是需要成长 但是我们的神 他永远是完美的 他从起初到永远 他的熟性 他的熟性都没有改变 那第三个重要的熟性 也是单单在神的身上才有的 我们就叫Infinity 无限性 当你想到神的无限性 你会想到什么 神的Infinity 可能有人就想到这个数学的符号 Infinity 究竟神的Infinity 是表达什么意思 其实这个无限性 是要表达神的无穷的丰富 他无穷的宏大 他是无穷的无边 无边的意思就是说 不受空间限制的 也超越时间的 他不在时间跟空间的框框里面 他超越时空 然后他的丰富 假如真的要用数学的名 Symbol就是 他的能力是Infinity 他的能力是无限的 他的慈爱也是无穷的 他的智慧 他的知识也是无限的 是表达结种的概念 那么 结种的 神的无限性 无穷的丰富 应用在他可传的俗性 包括他的智慧 是无穷的智慧 我们一同放到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七节 He is the all wise God 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七节 好 其实保罗在罗马书最后对神的一个颂赞跟总结 一同来二十七节 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知的神 直到永远 阿们 全知 all wise all wisdom 神的智慧 是无限量的 我们等一下才要讨论究竟什么叫智慧 什么是神的智慧 第二应用在神的慈爱 他的慈爱也是永远长存的 就如同诗篇 一百零三篇所算稿的 我们一同放到诗篇一百零三篇 我们一同来读十一节 天离地何等的高 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 也是何等的大 神对我们的慈爱是何等的大 Infinite great 的爱在我们身上 那同样 因为在公义 然后我们的神 是自公义的神 因为在能力 那么 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神 是一个什么 全能的神 al mighty god 那么在神学上 有个名词叫做 Omnipotence 我们 写一下讲义啊 做一下笔记 Omnipotence 全能 那用在知识上面呢 就是神的全知 Omniscence Omniscence Omnipotence 一wn 之圣 寤 siamo 使用参关职人 和 Schwarzen 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 圣灵就是神 这里提到神的俗性 参透万事 他每一件事情 他都知道 都有知识 我们等一下也会特别讨论到 神他的知识 是超越时间空间的 他的知识 不像我们的知识的获取 我们的知识的获取 是要靠什么 靠听 靠观察 靠研究 靠上课 靠学习 我们的神的知识 在他里面就是完全的 他的知识不是要靠 外面的因素而增添 而且神 他不但是知道现在的事情 到未来的事情 他也知道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预知的问题 我们等一下都会讨论 什么是神的for knowledge 他的预知 但是就是说 我们先对这个神的无限性 有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 应用在他的俗性上 他就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用在这个空间的观点上 他就是无所不在 Omni-Presence 无所不在 他在你心里面 也在我们中间 也在天上 所以大卫有一个诗篇 在描写神的无所不在 我们一种翻了诗篇139篇 我们读第七节到十一节 好 一种来 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 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 我若升到天上 你在哪里 我若在阴间下塌 你也在哪里 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 飞到海极居住 就是在哪里 你的手必引导我 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 我若说黑暗必戒逼我 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 好 所以 世人对神的无所不在 他得到一个最大的恩典是什么 这样的一个对神的认识 神是无所不在 带给我们最大的安慰是什么 就像世人所描写的 神 无论你在任何地方 他的手 他的同在 必引导你 所以我们对神的一个 俗性教育的认识 不是在头脑里面 我们要应用 在我们的生命跟生活里面 包括 神的无所不知 当你认识到神的无所不知 你一个最直接的反应 会带来什么 会想到什么 Sam 你会想到什么 当你认识到神是无所不知 有些人反应可能是什么 可能会很害怕 我暗地所做的坏事 神都会看见 都会知道 我心里所想的坏事 神也知道 就像诗篇139篇前面所描写的 也好你已经见察我 认识我 我坐下 我起来 你都晓得 你从远次知道我的意念 一些论识八糟的思想 神都知道 因为神无所不知 但是从正面的角度 当你认识神的无所不知 你会带来什么安慰 安全感 你对未来不会害怕 因为 神无所不知 神也知道你的未来 神也会引导你 虽然我不知道前面的危险 或是困难 但神知道 因为神知道 我就不害怕了 最怕是神不知道 对不对 最怕是神知道 他又没有全能 我就害怕了 但是当我们认识的神 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还有神是 全爱的神 哇 有些三个认识 我就安了 神知道 他一定会带领 他一定会保护 一定会引导 甚至可能 经过死因的诱惑 我也不怕遭害 因为神知道 神带领 神也是慈爱的 所以我真的感谢神 我侍奉神 从1979年 进入华神 到现在 三十多年 我真的经历到神 他真的知道我的道路 他神 真的知道 我的需要 我过几天 先到中国 然后 没有 今天回到中国 过几天到台湾 我这次去台湾 本来是原来的计划 是想路过台湾 一两天 要看 我在华神的一位老师 叫黄银行 这个没想到 上一两个礼拜 收到资料 消息 他已经被组接去了 我本来要去看看 我这位恩师 他真的是对我的生命 很大的影响 因为他是第一位 叫我们系统神学 就像当年 我就是坐在下面听 听得没有办法接受 没有办法理解 神的拣选 神的预定 神的计划 听不懂 下个就跟老师辩论 下个我们同学 在那边在讲 老师讲这个怎么会对呢 人的自由意志什么 讲 没有办法懂 但是感谢神 经过几年之后 真的是体会到 神的手 真的在引导着我 神真的有祂生命的计划 最明显的一个神 在我生命中的计划 就是我进华盛之前 神透我父亲的异梦 跟我说话 当时我父亲到台湾反对我 他参加我毕业典礼 他知道我毕业之后 在台大毕业之后 要进华盛 他难过得不得了 结果就在他最难过 那天晚上神给他一个异梦 你知道他梦到什么呢 他梦到 他一个人很努力地 在盖一个房子 就一个砖一个砖 这样叠上去 经过很辛苦 很长的时间 再把这个房子的 一边的墙盖好 他觉得他一点力量都没有了 但是上面有声音说 这个房子另外三边的墙 也要盖好 但是不是用你的力量 结果我父亲 做了两个梦 也是其中一个梦 神就透过这个梦 安慰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一直觉得 他跟我读四年大学 结果现在儿子 不做工程师 要去读神学 好像他的努力白费了 他觉得他 在我上面的这个供养 帮助白费了 但是神让他看到 他所做的 就好像坐在这个房子 其中的一面墙 他所做的没有白费 只是其中的一面 结果他 觉得他自己没有力量 继续去盖这个房子 突然间就 有很多人 就出现 把另外三边的墙 也盖好了 就是一个房子 这个梦呢 是我父亲 后来跟我讲的 但神用另外一个梦 安慰他的心 但这个梦 我真的放在心里面 当我回头看我 师父的道路 我就想 假如第一梦墙是我台大四年 我 台大之后 我就进了华神 三年 然后华神毕业之后 就去到香港 坐船到两年 然后两年之后呢 神很轻易地带领我到费城 又读了一年的神学硕士 然后一读完那一年呢 我就 在纽约呢 长岛教会 就被安慰做牧师 当我安慰被 做牧师的那一天 我就想到这个梦 我就想 神啊 好像 十年前 你已经透过我父亲 把我的道路 已经在歧视了 好像这个房子盖好了 然后就会被安慰 我当时是纽约 最年轻的一位牧师 因为 我大学毕业 没有去当兵 也没做事 就直接进华神 华神毕业 就进到工厂 但是当我回想 我被安慰的时候 哎呀 真的 神造生命中 十年计划 4 4 3 2 1 加起来多少啊 十年 四遍房子 四遍墙 盖完了 要着被安慰做牧师 我真的深深地感受到 神的计划 神的手 在我身上 我也从来没想过 留在美国 我也从来没有想过 要办神学院 国语都讲不清楚 怎么可能办神学院 我的国语都跟师母学的 师母他那时候给我恶补 你这个词讲错了 这个词讲错 但是神找着预备 师母他是台湾人 但是他的国语是最标准的 因为从小 他的那个小学老师 是叫他最标准的国语 在高雄 神都预备 而且师母是台湾人 道地的台湾人 五六代的台湾人 高雄人 但是他的 吃东西的习惯 从小他妈妈就骂他 你是外省女 喜欢吃馒头 喜欢吃面 我这个河北人 外省人 从小也是吃面 吃馒头的 所以我们配在一起 哎呀 我们吃的东西是一样的 我们的喜欢是一样的 他喜欢弹钢琴 我都喜欢弹吉他 哇 实在太优美了 这是神预备的 师母叫我不要多讲他 现在不能讲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是神真的有他的计划 万羊坐在这里 对不对 也是有神的一个计划 他原来在加拿大 好好的 对不对 为什么跑到这边来 女姐妹在上海 也是做经理 怎么跑到这里来 张明先生更特别了 开公司 为什么会跑到这里来 做学生 真的是神的计划 包括林哥 很高兴看到林哥 对不对 原来好好的在深圳做事 怎么会跑到美国来了 神有他的计划 所以我们真的看到 神他无所不知 他也无所不在 他也无所不能 所以当我们真的认识 神的俗性 你真的是完全安息了 绝对不是人定圣天 是神定圣人 假如说我们人 想得到 才得到 来走糟糕了 我们常常想漏太多事情 其实是神 他有他的一个计划 他在感动你 为某一个人祷告 他在感动你 去找某一个人 中华上 就位的先知 都是神在感动他们 你去找信息家跟他讲 讲这个讲 在什么 神在主动 神是掌管整个的棋盘 祂是在那边下棋子 我们是祂手中的一个小兵 但是 只要我知道我是在神手中 就够了 可能神用你 只给你一千两银子 用流动牧师五千两银子 我们不需要比较 对不对 因为都在神的手中 神要怎么用我们 只要你真的 摆上忠心 进了你结分 神对你的跨战 跟对五千两银子的跨战 是什么 一样的 良善忠心 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 神都在安排 所以我们不需要比较 因为看到一切的本于他 依靠他 也归于他 解释了神的 无限性 最后一个 是最简单 但是也是一定要提的 就是神的 simplicity 所谓神的 simplicity 他要表达的 就是说 神虽然有那么多的俗性 但是千万不要误会 神的存在 不是这些神性的 不同的component 组在 组成的 神不像人 我们的人 最基本 一定 我们的存在是 不同的component 不同的 component 中文应该怎么翻 组件 其实不同的 组件组合起来的 最明显 最大的组合 身体 对不对 看得见的 跟灵魂 你一定有这两个component 对不对 少了一个你就不行了 但是我们的神 不是两个组件 不是其实属性 加起来组合成的 神的 慈爱 不是只是 占它其中的一部分 它的公义 它的能力 不是 一部分一部分的 在神学上 我们用一个很重要的字 叫做 coterminous coterminous coterminous的意思就是说 每一个的属性 每一个term 是至高 并 并有的 所以你不能说 神的慈爱 高于 祂的公义 或者祂的慈爱 多于祂的公义 或者你也不能说 祂的公义 多于祂的慈爱 你不能做这种 比较的 我们的神 就是全部的慈爱 我们的神 就是全部的公义 你了解那个意思 coterminous 每一个的 属性的term 是 至高并起 只要聊泛能中文的话 就是同样的高 同样的起 不是 有高低 或是一部分 一部分 这个 这个胖的人 这脂肪比较多一点 瘦的人 就是肉多一点 不是这样来比较的 我们的神 祂慈爱就是 祂就是慈爱的神 整个的 就是要表达这个 simplicity 所以我们就很简单地 介绍神的这四方面的 incommitable attributes incommitable就是不可传 只有祂有 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自传性 我们不是self existing 我们是 完全是 depending 每个moment 你都需要依靠 依靠空气 依靠这个 血的流动 每天依靠食物 你现在坐在安稳 依靠这个 遗址 依靠低心引力 某一秒 一个时刻 没有低心引力 糟了 我们飞出去 所以我们 完全不可能像神 self existing self sufficient self abundant 我们不是神 我们是完全是 被造之物 每一秒都需要 依靠神的恩典 同样 神的不变性 祂的完美性 我们没有 神的无限性 我们更是没有 我们是在 时间空间里面的 是有限的 同样 我们没有神的 这个所谓的 simplicity 我们 是不同的component 组长的 我们的性格 想法 不同的性情 也是有高有低的 有些人就是 爱心比较多 或者有些人是 公义性比较多 都有不同的 成分 你每天的心情 也可能不一样 会变 但是神不是这样 好 这次我们对神的 不可传属性 四方面的一个说明 full aspect 为什么要讲full 因为我那个 四跟死 讲不清楚 广东国有 每次 师母就 常常 四块钱 他都以为是 十块钱 所以讲到这个 广东话 就想到香港 现在香港真的要为香港祷告 非常非常 是个critical moment 我刚才在车上 还跟吴长老说 不是单单 只是香港 香港是个小小的地方 扑甩和不扑甩 也是个很小的事 但是 这样的一个sample 这样的一个example 说不定 会影响全中国 这个才是我们要 仰望深 就像当年 八九年 这个事情在北京 没有成功 但是影响到东欧 影响到波兰 影响了整个 这个 这个 铁木国家 没有了 所以我们就要 不知道神的手 怎么在戴 但是我们 真的要看神的作为 香港是个 很小很小的地方 大家都吵不起 你们香港能做什么 我们真的不敢说 心心知佛 可以了愿 真的不知道 我们只有祷告 所以我每天看到 新闻的时候 我心里真的是 也很 很着急 也常常心里很难过 一边看神 一直哭 其实 学生很可爱 他们真的是付代价 让我们真的是 可以 为 我们中国来祷告 香港也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分 好 清明 还是刚才 还是刚才那个问题 就是不变性 我到现在还是有 希望院长能进一步的阐述吧 因为我 那个过去的认识 神是意志的神 他是随着他自己的性情 想恩待谁就恩待谁 对 他是可以改变的 所以说我们来 亲近神 是为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改变我们 改变我们的命运和改变我们的人 整个的人 我是这样认识 所以希望那个院长进一步产生 这不变性 还那几件事 我也认为是改变了 越南还有那个尼尼威城 要不越南最后还抱怨什么 我还是觉得不太明白这个 谢谢 所以没关系 我们一步一步读下去 来思想 那么 特别是我们的祷告 我们的信心 我们的摆上 是否 我们信心的祷告 信是得着就得着 究竟神的这个应许 是怎么去看 怎么去体会 究竟耶稣讲这句话 是不是要表达是什么意思 因为用到我们人的层面 常常我们信是得着 却得不着 真的 这个矛盾是怎么去和谐 这个其实又是讲到 人跟神之间那个平衡的问题 意思就是说 让你了解 不是人定胜天 包括你的救恩 包括你的生活 各方面的需要 不是单一的因素 就是你的努力 你的祷告 你的摆上 就决定了一切 但是神的成就 又不是 可以完全忽略着 你的摆上的 妙子是没有在这里 这样一个天恒合一 是怎么去体会它 所以有了这个的话 你的信仰生活 就稳住了 因为不是你的手抓住神 是按照神在约翰福音第十将所应许 谁都不能把你 从我的手跟主的手 躲去 是神的手 在抓住我们 带着我们 虽然甚至有时候我们跌倒 但是是神 帮我们扶起来的 Amen 所以绝对不是 单单只是靠着自己 只要靠着自己的话 人是不可靠的 你的信心今天可能很大 明天可能到谷底 你今天可能很圣洁 明天可能犯罪 像大卫 跌倒 但是神把大卫扶起来了 偷温拿单先知 跟他讲个故事 来光照他 所以我们的确 不能一下子完全去体会 对神的掌权计划预定的事情 但我们一直在讨论下去 越来越明朗 当你回到圣经 来看更多的情况跟经文 你就会越来越明朗 特别当我们进入 神的可传俗信 我们会看得更清楚 到我们的讲义 神的可传俗信 我们先分第一部分 就是Moral Adverb 神的道德可传俗信 不但在神的身上有 在我们被造之物 神照着他的形象跟样式 来造我们 也把神的可传的道德俗信 给了我们 第一个就是神的圣洁 Holiness 我不晓得当你一想到 神的Holiness 你会联想到些什么 神的圣洁 会想到什么 最自然会想到什么 小赫 你会想到什么 他的光 很好 想到他的光 very good 还有呢 想到什么 神经说神是圣洁的 所以你们也有圣洁 对不对 可能就想到 可能就想到 我们要很敬畏神 不可以随便犯罪 对不对 可能会 踩这个敬畏的心 对不对 还会想到什么 想到光 想到神 是圣洁 祭邪 祭邪 不可以犯罪 还会想到什么 不配 人都不配 太棒了 这三方面 其实都在神的圣洁这个字里面去表达的 我们等一下 来一个一个经文来看 的确 圣洁这个字 看原来的文字 Kadash 我们一同来读Kadash 当然读Kadash 犹太人就知道 Kadash就是 Cut 切 to cut to separate to be apart 把它分别出来 好像被分别出来 与其他 与众不同的 它是特别 崇高的 不同于 其他的 所以的确 圣洁这个字 第一个要表达的观念 就是我们的神 是那么的崇高 那么的 伟大 那么的超越 是 配受尊崇 配受敬拜的 他是那位高的 至高的神 所以我们看几段经文 来 描写神节方面的俗信 我们 先看诗篇135篇 第五节 原来 我知道耶和 伟大 也知道我们的主 超福万神之上 他是那位超福 extraughted God 那位超高 超福万有 万神之上的神 我们再看 这个 诗篇99篇第五节 所以刚才要把那个超福 这个字画起来 诗篇99篇 也是第五节 在他脚凳前下拜 他本为圣 看到吗 这个圣的观念是表达他是什么 他是那位崇高的神 Exalted 那位崇高的超福万有 至高的 这样的一位神 这就是圣洁的第一个观念 就是表达神的 尊崇性 崇高性 他超福一切的 万有的 这种的观念 这是他的圣洁 第二 Kadash这个字 也是表达 to shine 刚才提到 第一个表达的意思 to cut to separate 但这个字 Kadash也是表达 to shine X-H-I-N-E 照耀出来 是指到 一种美德的照耀 显明 就是很光亮 很清洁 很有美德 很有道德 不是肮脏 无味的 to shine 所以圣洁这个字 第一个含义 不但是表达神的崇高性 也是表达神的道德性 他的美德 他的慈爱 他的公义 他的怜悯 他的恩慈 他的美德 所以这是 圣洁的第一个含义 所以这两个含义 用在我们基督身上 也是同样的 我们是 他的圣民 Holy People 所以Holy People 就表示 我们是被分别出来 Cut Apart 从这个世界被窃出来 分别出来 是与众人不同的 是超乎众人的 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而且是属于神的 所以圣徒 第二个观念 是指导 这样的一个 分别出来 然后第二 才表达那个分别 为圣 就是 道德上的 那个圣洁 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 所以我们基督徒 要看到 我们是圣徒 第一个 我们是与众人是不同的 我们是属于神的 同时我们要 向神 活出神 这就是Holy 这个字 两方面的含义 就是 To Separate And To Shine 就是刚才要表达的 但是第三个含义呢 是比较我们所负略的 让我们看看 能不能猜得到 大家刚才 已经有同学讲到一部分了 我们翻到 《初爱集记》 40章 Exodox 我们读40章 34节到35节 解释整个 出爱集的高峰 The climax 最棒的地方 好 一同来读 当时云彩 揭盖灰幕 以后的荣光 都充满了帐幕 摩西不能进灰幕 因为云彩停在旗上 并且以后的荣光 充满了帐幕 这个Holy 要表达的 就是刚才同学所说的 神的光 祂的荣光 祂的Shakina 祂的荣美 祂的荣耀 祂的Glory 祂的Beauty 是一种Holy Glory Holy Beauty 所以让我们翻到诗篇 27篇第四节 假如我们不体会 神圣洁的 那个荣美的话呢 你跟神的关系 不能亲密的 我们一段来看 诗篇27篇 大卫 他的灵命 已经谨慎到第三步 不但看到神 是一个崇高的神 神是一个道德圣洁的神 更看到神是一个 永美的神 27章 第四节 所以他一直要求这件事 一种来 有一件事 我曾求耶和华 我仍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赞扬 他的永美 在他的殿里求问 把这个永美 这两个字花起来 大卫 他真的懂得 敬拜神 因为他懂得 什么叫神的永美 神圣洁的永美 他的Holy beauty Holy glory Holy glory 会带出一种 来到神面前的一种的享受 就好像你 当初哀伤一个女孩子 或者说你要跟你的姐妹结婚 哇 新娘子预备好了 哇 太美了 永美 当你体会这种永美 你就很喜欢跟他在一起 同样我们的神 有他的永美 圣洁的永美 所以这种圣洁的永美 吸引大卫一生 希望来亲近神 能够赞扬他的永美 来亲近他 享受他的同在 所以这个永美 圣洁的永美 是带下一个 与神亲近 与神同在 享受神的一种的观念 所以你要追求内在生活 追求等候神 假如你 不能够体会神的永美 你很难等候 等什么 我是要求 对不对 求得来不及了 很等候 怎么等 假如你心里面 没有这种对神的渴慕 享受 去赞扬他的永美 会体会到 在心里面 说不出荣光的大喜乐 你没有办法等候的 你没有办法 进入内在生活的 所以 解释圣洁的第三个重要的观念 我们可以再多看一处圣经 十篇九十篇 十七节 提到吗 神的永美 不但我们赞扬神的永美 也发布了神的这种的永美 永光 也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真的能够返照神的永光 而这种永光 就是摩西在西来山上 他所经历到神同在的这种的永光 甚至他脸皮把神的永光返照 那这种永光 那这种永光 也是保罗在 《光临到后世》第三章 第八节所描写的 藏着脸 对看见神的永光 如同中 静止返照 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 对神圣觉的认识 一定要从这三个角度 那这三个角度呢 我们可以翻到以赛亚书 第六章 我们常常喜欢用 以赛亚书第六章 来做这个复照 其实也是 对神最高的一个敬拜 以赛亚书 第六章 好 我们从第一节 读到第五节 好 一同来 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 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他的衣裳垂下 遮满圣殿 其上有撒拉佛势力 各有六个翅膀 用两个翅膀接着脸 两个翅膀接着脚 两个翅膀飞翔 彼此呼喊说 圣哉圣哉圣哉 万君之耶和华 他的永光充满全地 因呼喊者的声音 门槛的蒸气震动 电充满了烟雨 那时我说 祸哉祸哉 祸哉 因为我是嘴唇不解的 又住在嘴唇不解的民中 又因我眼见大君王 万君之耶华 在结论经文里面 有没有看到圣洁的三个定义 有没有找到 三个定义都在结论经文里面 我们第一个定义 圣洁是神的崇高性 他的exhitation 他的transcendency 有没有看到 看到在哪一节看到吗 神他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他的崇高性 所以他配受敬拜 第二 有没有看到 荣光 他的荣光充满全地 圣洁的荣光 然后第三 以赛亚面对面的遇见神 他的反应是什么 祸哉 我没有忘了 因为他面对神圣洁道德的荣光 看到自己的败坏跟无畏 我是嘴唇不解的人 所以当我们遇见神的话 我一定会带出这三种的果效跟情况 神高高在上 他配受敬拜 神是那么圣洁道德公义的神 我真的是一个罪人 第三 他的永美 哇 赞扬他的永美 他的荣光 他的荣美 他的beauty 他的荣耀 他的光亮 让我们真的是被吸引 靠近他 享受他 所以解释圣洁的这个含义 所以当你再唱这首诗歌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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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把这三方面的含义表达了 圣洁是有这三方面含义的 同时 呼喊的三次也表达 很可能神的三为一体 对天父 敬拜他圣灾 主耶稣敬拜他圣灾 圣灵敬拜他圣灾 所以神的话太奇妙了 好我们时间已经过了几分钟 好我们停在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